杨幂霸气回应他:"机会我已经给你了,没热八火只能怪你没本事。 这年头明星做老板很常见,杨幂起下的嘉行工作室在娱乐圈中还是很有名气的。 他自己不仅是当下最红的女演员之一,同时工作室所签下的艺人们都非常的优秀,如,当红小花旦迪丽热八、李希瑞、黄孟莹,还有当红小鲜肉、张彬彬、张云龙、高伟光等等。 杨幂起下小花旦。 杨幂起下小鲜肉。 不得不说身为老板的杨幂非常的有眼光,她不仅是个优秀的演员,更厉害的是她信任人能力,可以说是娱乐圈中最有良心的老板呢。 大秘密。 俗话说得好,师父领迹们修行靠个人。 然大秘密其下却有着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她就是笑鱼鱼。 在2013年杨幂签下了一批新人培养,笑鱼鱼也在其中,为的就是捧红这批新人。 其实笑鱼鱼鱼出演的剧影不少了,可就是怎么也活不起来,甚至还因角色不讨人喜欢招黑不少。 近期,笑鱼鱼鱼就宣布与杨幂工作室解约了,向往新的公司发展。 在某些媒体的采访中还流露出对杨幂的不满洋言公司把最好的资源全部都给了热巴。 对此杨幂霸气回应,机会我已经给你了,没热巴火只能怪你没本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